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天晴 以下節目內容 取材至作家銀純歐文章 及《大紀元》記者徐曼元報導 刊登於《大紀元新聞網》 共港政權2020年實施香港《國安法》後 多名異見人士遭到逮捕 現年27歲的前香港眾志核心成員周庭 遭判囚10個月 刑滿之後 又以勾結外國勢力罪名遭到拘捕 目前在加拿大留學的周庭 12月3日在社交平台IG公開發文表示 將不會按照《國安法》要求回港報導 周庭棄捕的舉動 引發世界各國傳媒關注 中共外交部門路不可益 港府也下令終身追捕周庭 但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林先生 4天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周庭能夠苦口逃生 對於所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海外港人而言 都是一個安慰 香港警察及國安強迫周庭 赴大陸參觀展覽 甚至打卡拍照留念 既可笑又可悲 2023年8月 周庭為了取回自己的護照 在5名國安員警隨行下被迫送中期間 除了參觀改革開放展覽了解中共發展 以及歷代黨魁所謂的政績之外 還被安排參觀深圳的騰訊總部 周庭甚至被要求寫一封感謝警方組織 這次旅行的謝涵 因為這趟行程 令他能夠了解祖國的偉大發展 林先生認為 這些參訪都是中共當局的宣傳伎倆 也說明港府官員潮全面內地化 又誇大了一大步 過往香港人常見到大陸人電視認罪 既感無奈又難以理解 當時大家都認為這種事情 永遠都不會在香港發生 然而現在所有人都看到 連香港官員也開始實行這一套 香港人也被迫認罪 為心讚頌中共營造的假大空形勢 中共當局企圖將周庭營造為 接受再教育的成功樣板 但卻收到了反效果 暴露了中共黔怒的窮 周庭在網絡公布決定不再返回香港的鐵文中寫說 將來還有很多未知 但可以知道的是 我終於不用再會為是否被捕而擔憂 也可以說想說的話 做想做的事情 周庭不想再務再次被捕或無法離開香港的風險 並且希望將自己的情況告知世界上 仍然關心香港情況的人 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 周庭表示 自己過去三年身心配受煎熬 也幻想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她目前仍然是奏學 會仔細地考慮未來規劃 林先生表示 由於周庭還有家人在香港 洛杉磯香港論壇 希望各界給予她空間 讓她可以平靜地上學 逐漸地融入家國生活 作家顏純鉤在聽聞周庭脫險的消息後表示 昨日很多朋友同時傳來好消息 周庭小門會擺脫香港政府的基金 已經安然地定居在多倫多 進入當地一間大學收毒碩士 並以決心從此告別香港 不再回去受國安的迫害了 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這麼多朋友奔走相告 因喜若狂 在長久的仇苦和粉滿之後 周庭重獲自由的消息 竟成為大家共同的喜順 這幾年來 大家都在牽掛周庭 不知道她的下落 為她的處境擔憂 現在水落石出 一天光光 正如我們從前說的 可以喝得杯落 經歷過如此長久的心心折磨 周庭小妹妹要明白 你榮獲這麼多人的關愛 這才是你真正的得著 當然 還有很多手足仍然在受苦 我們不會忘記他們 但走得一個是一個 保存有新力量 讓共產黨發抖 我常覺得 正因為我們這些成年人 太膽怯 恩賢太多 才導致當年你和黃之鋒 被逼走上了抗爭的第一線 你們不應該讓澤青春受盡磨爛 去為香港人爭取公道 如果更多成年人更早站出來 實在是不應該輪到你們去付出和犧牲的 就此看來 是我們有負於你們 而你們沒有負於香港 看《桑普律師》的節目 我才知道 原來你在參與反送中 以及之前多次抗爭運動的時候 曾經遭受來自家庭的巨大精神壓力 這個又更使我為少少年紀的你 她有如此強大精神力量而感憤 如此懷抱堅定的信念 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 是很難抗拒家庭壓力的 證明你身上有非一般的 祖屬的名切和堅忍 你的人格中有過人的貧富 你在自述中介紹了幾年來的心路歷程 雖然略過監獄中種種身心折磨 但你已經受過的精神創傷 那些孤獨面對巨大政治壓力 對未來的絕望和無力感 我獨離仍感同身受 為之低回良久 不管你是曾經如何在黑暗中低一 不管你是否曾經動搖 不管你在孤獨中如何艱難地安頓自己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都是為今天的從獲自由創造條件 我們無條件支持你 你年紀這麼輕 正是求學最好的時期 今天義無反顧與過去的決別 那就放下心靈好好讀書裝備自己 世界很大 知識無崖 往後的日子很長 你的生命還有無限的可能性 加拿大有很多珍愛香港的同胞 有各種民運組織和關愛團體 有什麼需要都可以求助 我們大家都樂於見到你一切順水 開開心心地生活下去 你說你可能永遠都回不去香港了 這點太悲觀 你一定看得到光復香港那一天 這是歷史決定的 你一定要擴闊自己的知識面 磨練自己的意志和力量 還有很多事情是等著你和你的同伴們去做 你要為香港裝備自己 將來有一天你們要回去從頭收拾我們的城市 香港已經沒有生機 這是中共作的業 也是歷史給中共最凌厲無情的回答 讓他們為自己的下場擔憂 讓香港那一幫尼尾網樑準備為中共政權陪葬吧 你站在歷史的一邊 站在香港人的這一邊 你雖年輕 但你可以鄙視他們 因為他們代表過去 你代表未來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第幾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 《斗酵》 提供去年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